启述第六章第七节 见到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话密书里来 我们终于明白了 我相信大家最原始的已经明白 当我们开始说天马座 开始说灰马的时候 神所给我们的印证灰马就是天马座 并且把我们印证是灰马 我们就是天马座 我们就是天马座的骑士 我们就是香港骑士团 我们就是第四马的骑士 这些简直是重复又重复的同一个信息的印证 就是我们教会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 去完成一个最后的使命和托付 我们突然间 好像看到所有的东西 从远方突然突然 原来全部 所有东西都是为了 原来人类结束的这一段 这么光辉的信仰 而建立 弟兄姊妹 在这些 事物去印证我们的时候 我们终于 明白了过去那么多年当中 不明白 不了解 因为原来我们没有想过 就像我 我都跟大家说 我开始教我们就是 想成为一个好的平信徒 但是 当我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平信徒 神给一次又一次的考试 每一次我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 我都愿意去跟从 但是问题 这个跟从当中 可以说 不断挑战我们教会 在信仰上的极限 很多人都因为这样跌倒 很多人都因为这样离开 就好像神不断挑战我们的极限 好像心不见底一样 将我们在信仰里面 最崇高和最巅峰的信念和信任 去发扬光大 在里面我们没有 心里面更加 怨天由人 或者是充满苦毒 反而我们充满遥书 我们充满 对神的理解 直到今天我们就明白了 事实上我们接着天马座 行动的信息 玫瑰圆计划这一部分 更加清楚一样 终于明白为什么 因为原来我们是定命了 不是成为一个平信徒 我们教会是定命了 成为全世界 在最后 神在这个观面上的宝石 我们是定命了 神在 开始了这个信仰里面 直着他的话语 是可以将人类的信仰提升到这样的阶段 不是断事件计 是断年计 三十几年了 整个信仰当中 由开始教会到现在 就来踏进 我自己是三十一年 去开始这间教会 但是原来我们是以优等身的身份 去毕业 在优等身的身份 去见证给全世界看 信仰是 应该是这样 原来我们一路听神的声音 神好像不断去卖关子 神好像 完成了一个考试 他根本还未解释 之前的谜题 以及为什么 亦给我们 第二个考试 原因就是 他在人类历史当中的结束的时候 向谁多急 亦向谁多要 我们掌管了 和承继了 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 所有这些知识 所有这些信仰 上的神的復还 原来到了今时今日 神是要我们 去示范一个 这样的信仰 给其他人 但是 神是公义 为什么 因为原来 越听到神的声音的人 将会在神永恒角度当中 是最光辉的 是最高声的 所以相对在他们在世的日子 所负的代价 可不可以少呢 如果可以是少的 神就已经不公义了 是不是 而事实上 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既然是灰马的骑士 我们突然就明白 为什么之前 原来 标准这么高的原因 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不可以 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这个身份 一告诉我们 是这样的身份 一串了车的话 我们 肯定什么都逆来顺受 那怎么算是信心 这个就是我所说 永远 Fremation 他们羡慕的原因 就是他们不能落在 这样的光景 一边听到神的声音 一边又是不知情底下 但是 见不见很矛盾 这个是世人没有办法 明白的 一边就是什么 一边是听到神的声音 是世上无伤的 真是世上无伤的 但是另一边 好像很矛盾 你叫他解释 他又解不到 你叫我怎么解释 为什么每次都不中 为什么每一次 你说神 感动你 神叫你怎么做 神带领你去这样做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 等于 如果当阿波隆带领以撒 去到摩利亚山 去 献以撒的话 半号中 有人问他 为什么神要你献以撒 为什么这个神要杀人 为什么这个神要用人献凡 你猜他有没有解释 我相信他一定解不到 他没有办法解释 明白吗 这种矛盾 他需要经历 当然他不是沿途 三步一问 五步一挣扎 不是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人知道 但是我们是 我们所受的 可以说在一般眼中的折磨 但是在成眼中 这个考验 和评分 我们是更加多的 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得过的奖赏 是可以说前无古人的 而实际上 就如我所说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之前 不可以解释 但是 这样才 让你发现一个线索 为什么现在解释迷 为什么现在这么清楚 因为很简单 因为大结局 弟兄姊妹 也是因为这个大结局 我觉得 我可以倡所欲言 和大家分享 过去这么多年 谈听神的声音的经历 以及谈听神的声音的方式 我相信你们都心知肚明了 这个真的是 就是说不要说大话 我没什么力量 我最能力量就是听神的声音 但是现在我要和大家分析 听神的声音的技巧 尤其是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 重要性 当被提之前之后 都重要到 无敌 因为 仍然是那句 圣灵香教会所说的说话 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 但现在究竟 举世的人 有多少人会听呢 我以一个 听到神的声音的人 告诉你 举世能够称为牧师的人 是 一百个 是 不会有一个听到的 你找一万过来 或者会有一个 但是一百个绝对不会有一个 如果基督徒是更加少的 他们以为听到神的声音 很多时候 不是听到神的声音 就如我所说 如果不是 就不会搞到 变成一种风气 假扮狗叫 假扮猪打滚 假扮山仔 已经是 圣灵最巅峰的 圣灵向教会所说的 甚至是鱼仔饼成为神的声音 甚至是被 电视新闻会报道 觉得这就是 基督教是 听神的声音 这种最正统 我说的是 万中无一 所以没错 我们经历的 跟很多人不同 现在大家看到 那种不同的程度 我们得过掌数这么大 但是相对 我亦想和大家分析 世人是不懂的 甚至你也是陌生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只能默默 带领你们 我亦不能够 每一次当中 说到清清楚楚 那样东西一定是神带领的 因为如果我说到这么尽 而人们不能够明白 因为真的是神带领 但是迷迷未解开 为什么要做到这样 为什么要做到这样的程度 为什么迷迷未解开 又要去第2次 又第3次第4次第5次 为什么30年都没停过 为什么会神所给我们的带领 现在我看到你身上有恩高 有神的同在 但是为什么另一面 我们会有那么多东西 是要我们 战胜我们的疑惑呢 为什么说你做那么多东西 带领我们走那么多的路 好像是冤枉路 甚至里面重重迷团呢 原因就是 在重重迷团当中 我们才能够提炼出 我们那种的信心 那种直成是 治死忠心的信心 事实上我们有一天 会成为世人的榜样 当然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我没有那么大想头的 弟兄姊妹 我从头到尾 到今天来说 我都希望维持 我在神的面前 能够做到一个好的 平信徒 事实上我发觉 这是我的座右鸣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原则 解释第6章第7节 解释第4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4活物说 李来 看见达 就在这做 这是我的名字 说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永不倒退 热心不敢退 烟快跑 不管崎嶇 无其类 情风恶惊 让我不保险 前往终点的伴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